大家好,歡迎收看即市攻略的問答環節 繼續有Stanley做嘉賓 很多人,都先問9988 剛才也說了少少 每次一珠 277元有貨 上網及指折價是多少呢 其實現在需要設置折價呢 我又再講一下這件事 因為其實好像馬亞這件事這樣攪拌 好像有一些說法是半年來可以上升 但問題不是你多久能上升的問題 最主要是你再上的時間 現在的馬亞集團會加甚麼公司 反而是這件事 我覺得很簡單 如果這二番你說現在 現在可能針對那件事 其實是在金融科技裏面 一番,因為它有三番 一番是貸款的東西 你當作微貸 一番是保險的 一番是理財 保險和理財那邊 其實賤比 回到這一番來計算 它不是最多的 最多是微貸那一堆 而這一堆 如果你再看 再比較和支付那邊比的話 其實現在提到這件事 數碼金融這件事 那個業務的錢比 其實是多於支付的 所以你可以說 假設那一番 剛才提及到 微貸那一番 是真的可能出問題的 假設你不做 不做不做也好 你不做不搞的話 甚至上市那裡不包的話 其實對你的股值 甚至對公司的業務 的影響是很大的 即是你整件事 那個股值 那個價值 就真的跟現在比 真的可能差一折 那你這樣計算的時候 你想一下 你說你 那個叫做那個憧憬 會不會相對於小了呢 還有一件事 現在說而已 就是有些情況 可能會這樣做 半年之後的事情 你怎麼知道 是 如果這件事是更改的話 其實你想一下 或者經過這件事之後 你下一次 你下去上市 你怕不怕 嗯 就是你怕 如果他給我 如果高的股價上市的時候 你願不去幫幫他 那你一定是 也會的 如果你去到好像 如果你用這次的價格 這樣就上了 我不想的 因為你的風險 其實這次 你真的大了很多 可能會聽 我怎知道你轉個頭 會不會突然間又要做 又停 不是 我怕是什麼 我怕你上市後你停 我不是怕你上市 你上市沒有什麼 你上市停我 我真的怎麼辦 反而是擔心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你的股價跌 跌回一成 其實是合理的 我覺得真的很合理 那現在 今天是反映了沒有 你覺得 不敢說 還有看看 可能明天有個業績 表現 看看有出到什麼狀況 對 而且他有不差 而且他有很多消息 我覺得他有不差 但是 但問題是 這件事反映了沒有 因為你真的不要忘記 它的股價 就是之前衝上來這一陣 就是關這個人的事 所以你說他現在下回去 我完全覺得是 是 是 不可能是他 騰訊也是 所以你說現在 就是怎樣部署 好呢 當然 A1G 你277有貨的 跟現價叫做差不多 你本身我不知道你拿得多不多貨 如果是的話 可能選一選榜 你說沽了 我會覺得呢 其實又不需要沽了 我覺得這些板塊 你拿著一些 可能你拿著 就像我這樣 其實我拿著兩手 不離去 滑溪去 那你拿得少了 不用離去 但是如果你拿得重貨的話 那怎樣也好 這一陣我會覺得是要先離一避 還有一件事 為什麼這些科技股呢 為什麼現在這一轉好像都不差呢 Ronald說了 就是納指升 道指跌 現在納指呢 分橋很大 剛好看得到 立即200點 是的 神經病 但是接著Downd 真的很突然 立即100點 是的 一早預告了 一定是很突然 但是想不到好像出現這個現象 納指升 道指跌 剛剛看Trump領先 很多地方都有 我看是 但是他真的咬得很緊 是的 咬一下咬一下 所以我早就跟大家說了 就是這樣的 你說究竟誰升誰負呢 真是不知道 現在看上去很多地方 其實真的好像 好像是Trump贏 暫時領先的 是的 但是因為很多地方還沒有開票 還要再看 但是怎樣也好 其實那個事你遇到了一陣 還有都是那些事情 如果你快去知結果 就好像你說到很快 就是不知道拜登贏還是 Donald Trump贏 其實當作贏也好 是大勝的 如果沒有爭議的話 整件事就OK了 我覺得這件事是好的 對產是你拖 一拖的話 就會真的很麻煩 所以如果他有結果的話 我覺得這個事又不用特別理會 就當作拉他 但是 如果一旦真的拖的話 真的要走這些貨 走這些貨 好 但是剛才我們不是說到京東的 Ronald 也提到京東 是 說一個 什麼 Cup with Handle 杯柄 杯柄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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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想爆想爆那樣 這些 我先按一下 為甚麼這麼多形容詞 這個也有人聽過 聽過 剛才我想爆 如果這些位置 你破了它 即是你破了這一刻 現在這一圈的環區間的話 這些位置 OK的 短期就很小 應該有 沒有的 就好像你說炒雙十一這樣計 你想一下 現在 給你選 即是 又頂著了 給你選的話 你選一隻亞 你選一隻京東 就是這樣 嗯 就是你可能覺得京東好過 好像是 沒有 少一些負面消息 是啊 所以變成了 這件事就是這樣 京東物流 又會不會帶起京東的股價 嗯 物流應該就不關事 不關事 不關 不關那些甚麼 你問甚麼 那些監管事 是 應該OK 應該好一點 是 那我覺得 如果你博這件事 我沒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你說 算你這樣拿著才行 好啊 WhatsApp有朋友想問 2333買一場戲 現在好不可以買呢 這隻怎麼看 這場戲 是啊 現在買 應該很多 你的氣車股 應該很多 破了 真的神經 是啊 強勢股份 怎麼檸檬坦坦那些那麼厲害 是 是啊 不是啊 你那時候也說得還會 你說氣車版法應該下半年是 是啊 我問過這樣的升法而已 是啊 但是你自己說你又不賣 是啊 你又少 不是 你又不賺 你早就說了 我早就說下半年車是好的 是啊 但是自己 不要不賺 你們賺 算了算了算了 給大家 如果你有貨就要開 算了 那沒有啊 如果你有一天有貨就開 又是 是 但是沒有貨 現在這位追我 我又真的不敢 真的不敢 其實車股呢 雖然說下半年會好 但是我都沒有想過 這樣升到這樣 嗯 沒有啊 Warno 我們說了一點點 如果你說美國這樣搞的話 其實是 都是 我覺得今晚才算 今晚才算 今晚我覺得今晚才看好一點 我暫時都不想看著 因為現在 特別是現在那些選情這樣切 其實呢 如果你看那些選情 現在更刺激 有些地方那些 更加難玩 難看 所以就變成了現在 現在沒有啊 先看看 還沒有開票 很多地方都真的 現在 有些三成多 是啊 但是真是 不過你說科技股升那麼多 就是我的 為什麼呢 其實 為什麼 為什麼科技升那麼多 看你一衝贏 科技股應該看你 應該有些影響 不過 影響可能是純粹 純粹是 可能不有些股份 反而 我剛才說 既然這樣想一想 既然 說到美國 那些股份 我不如看看 Twitter和Facebook的股價 在市前 是After Hour 有沒有跌下去 Facebook 我跌得不多 是 跌得不多 但Twitter和Facebook 我覺得 如果真的 特朗普贏 應該都挺大件事 應該是對話 對 沒錯 所以 雖然 阿關勞 納子升也好 選股 如果真的要避開Facebook 我覺得蘋果怎樣 蘋果我買的 不過蘋果的股價都升得不多 我都會望著它 要保持著 保持著 好 時間差不多了 亦都和Sandy申報 有沒有遲到二臣頭部股份 我叫你爸爸 有你爸爸 不要 時間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節目 天啊